為各位介紹下面這項商品 那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是下雨天 那上面玻璃會有一點點的水氣站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是 S1現在最流行的一個 三代星星站的定位的 投射登組 那我們這個型號取名是S1 那現在已經有蠻多人 越來越人知道說 這個商品 那S1呢 那它是在我們三代星星站兩邊 的定位燈組裡面 那原本是白色的部分 然後呢 CTH在製作的時候呢 重新開了模具 然後把這個 投射燈的部分呢 把它加裝進去 那這也是他們自己的 開發出來的一個LED的部分 然後這邊有一排 白色的部分呢 是一個小燈的部分 就是在開小燈的時候會亮 然後呢 投射燈的部分是另外做 縣組做開關 那投射燈也有兩顆 暗定期待 就是一個高亮度的一個LED的 投射燈 然後呢 小燈的部分呢 為各位說明一下 是有 這個 紅色 藍色 黃色 那最近有新增一個 白色的部分 白色部分 那像現在各位不知道 看不看得清楚喔 現在是晚上 然後在中間 白色的部分呢 可以更小小的 就是一個投射燈 好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開燈後的一個狀況 小燈 關掉小燈打開 喔 它因為現在這個 小燈部分實在也非常非常的亮 喔 所以呢 我們在 這個 DVD的表現中 然後會有一個這個 暈染的一個效果 那這是一個藍色的 定位燈 喔 一個藍色的小燈 那剛剛有說到 有藍色 紅色 黃色 還有一個最新的 一個白色 它每個顏色的樣度都非常好 喔 都是我們台灣百分之百製造的 然後呢 我們看一下整體外觀 然後 這個小燈呢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這個 麥可竹竹呢 一定在很暗很暗的地方 來做這件事情 喔 其實不是 我讓各位看一下地理環境 這個是在麥可竹竹竹竹竹的一個大門口 喔 燈火通明 然後呢 左邊呢 正上方有一個路燈 然後呢 這邊是這個街道 跟 右邊的街道的部分 喔 都是燈火通明的 都有這個路燈 然後對面是一個住家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呃 把 叮燈 探照燈的那個 投射燈部分做一個開啟 好我們看一下喔 這個是 CTH的一個投射燈開啟的情況之下 關掉 開啟 關掉 開啟 非常非常亮 好我們看一下有多亮呢 我們把鏡頭慢慢的 我們把鏡頭慢慢的往外移開 我們沒有坐假囉 把鏡頭慢慢往外移開 我們看一下道路 即使是下雨天 喔 我們沒有坐假喔 一直看喔 那有沒有看到對面 對面的一個情況 對面照射出去的一個亮度 我幾乎已經跟大燈非常接近了 那我現在把 開關 看一下左下方 把開關關掉 好現在把左開關關掉 關掉 好 我再打開 各位應該有明顯看到一個差別 關掉 打開 打開 關掉 打開 我們可以看到齁 這個是真的是非常非常亮 那尤其喜歡 在 不管是 上山去 這個 泡泡山 甚至新的一個 這個 車友們 我相信呢 這組這個 定位燈呢 投射式定位燈 CTH的呢 應該可以非常滿足 你所 有 需要的 尤其在大燈照不到的一個 直角上 喔 可以徹底的提升這個 呃 道路照射的一個 喔 視野非常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正前方的 正前方的一個拍攝感覺 喔超亮 太亮太亮太亮 真的很棒 喔 真的非常非常好 好 如果在大燈大燈開啟的狀況 我們現在把車發動 防沒電 搭配大燈 搭配大燈開啟一個狀態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好 搭配大燈開啟 我們看一下下 好 來 關掉 好 連大燈在開啟的情況之下 都非常顯著的一個差異 開啟 關閉 開啟 喔非常 喔 可以搭配大燈的話 那更的 更加的真的是有點像 呃 如虎天翼的一個這個感覺 好的 那如果呢 喜歡CTH的 這個 朋友們 喔 然後 歡迎到 麥克倉戶機車晶填來訂購 那如果有 這個 同業 同行的 這個老闆們 也可以歡迎一下麥克倉戶機車晶填 那我們是CTH的這個 北區總代理 的需要 歡迎與我們聯絡 那聯絡資訊呢 可以看一下 影片的正下方 我影片的正下方 就有這個 Facebook 你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是 有我們的聯絡電話 直接與我們聯絡 謝謝各位